大家好,欢迎来到钟老年讲堂 今天堂堂要给大家分享的是 60岁母亲拒绝帮忙带小孩 年轻女儿的话令人深思 建议所有父母都认真看看 这世上如果真的有不附带任何条件的爱 一定是来自我们的父母 老话说父母在人生上有来处 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 每个人都有老去的时候 希望每个老人都能被善待和尊重 也希望他们可以毫无顾忌地遵从内心做选择 找到自己喜欢的度过老年的方式 愿你能从文中有所得 一,我的父母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 我的父母为我做过很多事 最让我感动的是他们拒绝帮我带小孩 从小到大,父母对我的溺爱程度几乎令人发指 直到有一天,他们做了一个正宗的决定 一举把我从几十年的公主梦里摇醒了 我的孩子出生了,我却十分恐惧 那时我怀孕38周 在寻常不过的一个晚上 我妈突然把我和老公叫到房间 不留余地地宣布 我和你爸决定伺候你出了月子 就不再帮你们了 我们俩想到处走走转转 喜欢哪里就去哪里常住 至于孩子,我们年龄大了 身体吃不消了 你们才是孩子的父母 就自己想想办法吧 在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 听到这个噩耗 我花了好几天才相信这是真的 进而我陷入了深深的恐惧 是那种养尊俗佑的家巧 得知自己将被流放的恐惧 婆婆早逝 公公重病 老公的父母是完全不能指望了 没想到在我人生最需要帮助的时刻 那么疼我的父母却对我撒手不管了 那段时间我逢人就抱怨 能到处去旅游就是不肯帮我一把 好自私,这不是逼我全职吗 哪有这么对自己女儿的 我的孩子就在我的万分恐惧下出生了 二,或许我才是世界上最自私的人 整个院子里我几乎没录过笑脸 因为赌气 我坚持从早到晚都自己带着孩子 乳头龟裂的疼痛 新生儿的屎尿屁 睡眠不足的烦躁 本来我想用这种近乎自虐的方式累垮自己 好让爸妈自责 可累着累着我却莫名其妙清醒起来 我清醒地问自己 你在恐惧什么 恐惧承担一个母亲应该承担的责任 恐惧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物吗 你在抱怨什么 父母没有任何帮你带孩子的义务 他们付出一生从未想过索取 你却对他们今生唯一一次 为自己而做的决定进了大过 那个从未思考过如何奉献了你 才是世界上最自私的人呢 三 许多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我向单位申请延长产假 开始了为期一年的全职妈妈生活 在这一年时间里 我重新发现了自己 发现了自己身上许多意想不到的能力 从前我作息习惯很差 因为没人帮带小孩 我晚上九点睡 早上六点起 睡眠质量大大提高 再也不为嫌愁伤春被揪了 以前我拖延症严重 因为没人帮带小孩 每天的生活琐事 我要快马加鞭 等孩子睡了去坐 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效的我横空出世 从前我懒散成性 直到全职带小孩 为了不使自己与社会脱节 我见缝插针 背书做题 考过了对职业生涯意义重大的 中级编辑之称 从前我老嫌我妈小题大做 直到一个人带小孩 儿子的小感冒也变成我的头等大事 因为明白能帮忙的人 可能一时半会儿赶不过来 从前我老嫌我爸走路慢 直到自己带小孩一遍又一遍 把摇摇晃晃学走路的儿子 从地上扶起 从前我没想过父母都为我做过些什么 直到我亲自抚养小孩 四那段时光过后的感悟 虽然我已重新步入社会 但是那段时光带给我的巨大能量 超过了我之前生命的总和 直到现在仍在我的育儿之路上 释放着灼灼的正能量 说来我的父母为我做过很多事 但最让我感动的 就是他们拒绝帮我带小孩 他们的这个决定 让我长成了一个大人 一个有困难感迎接 犯错误敢承认 出问题敢担当的大人 五写在最后 作为父母 我们真的应该适当放手 作为父母 我们适当适时的退出 也是一种爱 一方面孩子已经长大了 他们需要自己去面对生活 他们不可能一辈子照顾他们 得体的退出 也是给他们营造自由空间 另一方面 我们辛苦了一辈子 真的应该好好享受自己的生活了 就让他们趁着自己手脚灵便 身体还算硬朗的时候 活出自己的腔调 好好享受每一天吧 当然 得体的退出 适当的放手 并不意味着 再也不参与子女的生活 只是保持一定的距离 我们有自己的生活 孩子也有自己的空间 有困难时 我们可以适当的帮忙 但不要打包大揽 本期节目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您觉得这个影片不错的话 请给我们点赞转发 同时在影片下方留言 告诉我们您的看法 关注老年生活 享受幸福人生 还没有订阅我们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订阅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即将其层委呆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